文流同学电影、电视剧、综艺这三个娱乐圈板块 向来都是区别演员片酬以及演技的界限 其中能在电影、电视剧上都取得很高成就的明星 往往都是上了年纪的 甚至还有一部分演员 甚至从来不接拍电视剧 直接在电影的道路上发展 比较知名的明星中 能在影视剧上口碑都好的 有陈道明、黄国、段一宫等人 而直接在电影上发展的明星有渝男、张子怡等人 基本上很多的演员都是在寻求更深的发展 说起不断提升自己的且效果显著的明星中 必然有胡歌 从当年的《天外飞仙》、《仙剑极侠传》等作品 到现在的《狼牙榜》、《伪装者》、《夜场》等一系列作品 来看 胡歌的变化是巨大的 在电视剧上 说胡歌是失敌 或许一点都不过分 基本有胡歌参演的每一部电视剧作品 都是高分且有收视率的作品 因此在这几年 胡歌算是最红的一个男星 不管口碑还是作品 都是最好的 不过随着胡歌的成长 胡歌也有意的往电影上发展 就在今年 胡歌推掉了多部电视剧 为了就是能专心的出演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是由刁易男指导 由胡歌、廖阪、万熙、贵伦美等人领衔主演 电影名字叫《南方车站》的聚会 而导演这部作品的刁易男导演 还指导了《白日亮火》、夜车、制服等作品 都是口碑极好的作品 而这部《南方车站》的聚会 主要讲述的是一位面对无限级通缉的逃犯 将求生的逃亡变成求死的折返跑 并自我救赎的故事 虽然故事情节上不像《战狼儿》那么大 可也是由小人物彰显正能量的作品 同时该剧还是根据真实故事改变 值得一提的就是 前几天 胡歌被网友拍到在武汉某书店买书的照片 照片中的胡歌变得格外的瘦肉 皮肤更是黑油油的 当时很多不知情的网友纷纷乱加猜测 甚至调侃了这样的胡歌倒像是张鲁依了 而内情则是 这部《南方车站》的聚会 在武汉雪景拍摄 胡歌的体型相貌上 更符合剧中的角色 便在开拍前用了20天前行将自己晒黑 并不断地变瘦 因此才有了大家看到的又瘦又黑的胡歌 所以胡歌能成为口碑和作品最好的男星 这一切并不是偶然 本文由刘同学原创 欢迎关注 带你一起上知识